门围上部装饰圆形的图案 寓意吉祥如意 缝制香布和彩布 在牦牛皮上部 缝制一排香布 香布与喇嘛教的教义有关 在西藏地区的民居 寺庙 家庭装饰等方面 极为常见 是宗教在法围中的重要体现 在牦牛皮的左右 右 下 三个地方 缝制上一圈彩布 将彩带在牦牛皮的外圆 摆成万里长城的形状 然后用大针将彩带 缝制在白布之上 最后在位于门围下方的 帆布处缝制一个寿字 象征长寿 这样一个靶围就做好了 靶心的制作 靶心由三环构成 内环为红色 中环和外环为黑色或白色 外环用来固定 内环为实心圆 藏语称马耳蒂 可以活动 建设中便自动脱落 制作工具 针 线 剪刀 选材 张子皮 帆布 海绵 牛毛 三个环的制作方法相似 依照各环每个面的尺寸和形状 剪裁出相应的皮料或布料 正反面受件 一般采用韧性和弹性较好的张子皮 侧面采用帆布 将各面依次缝合 同时填入牛毛或海绵 封口即可 最后 在外环缝制一个挂环 靶心就制作完成了 逐渐的制作工序 选取材料 加工 调试 制作工具 小刀 线 手套 粘胶 一般建长1.8至2米 选用米林线棕嘎区 生长了3至5年的竹子 把选取的竹子放在水中泡几分钟 用小锥子在竹子竹节上打眼 避免下一步烤制时竹子爆裂 把竹子放到火盆里烤 直到竹子表皮开始冒泡 把烤好的竹子 卡到一块木板的斜槽中掰直 用小刀将竹子的一端削成凹形 再用钳子夹平整 使键能够卡在弓弦上 用小刀把竹子烧黑的表皮轻轻刮掉 为避免箭头破裂 用弹性比较好的桃木皮 把箭头包裹住 在离箭尾6厘米的地方 依次用红、绿、蓝、黄、白 五种线绑住箭 和西藏的五色经番颜色一致 具有起伏消灾之意 在箭尾沾上牛筋或桃木皮 增强其牢固性 最后沾上新鲜的鹰灵 象征着射出去的箭同鹰一样迅猛无比 把箭拿在手里左右旋转 速度旋转均衡就是好箭 制作工具 模具 刀 黏胶 线 选材 最好选取莫托秋天的箭竹 这种竹子竹壁厚 内孔小 韧性好 制作过程 把劈开的竹子放在水盘中泡47天 泡透的竹子表皮带水分 并且颜色变绿 把泡好的竹子取出 拿石头或模具压实压紧 一周后取出 用刀削薄竹子表面 直至出现竹子晶线的纹路 这个厚度的竹子韧性最好 把两个竹子的竹节 对应着用主胶粘合 用线把两个竹子绑紧 一般八公分绑一条线 绑好后 用刀把弓的两头削成凸字形 闲的制作 制作工具 木棍 选材 当地人工种植的麻 形制描述 长约1.35米的弦 制作 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 把麻搓得粗细均匀 然后裹套在木棍上 把搓好的麻绳 分为等长的四根 再把四根并成一根 搓合在一起 把拼好的麻绳放在水中 泡两至三分钟 直到柔然的麻绳变硬为止 最后 把做好的弦 绑在弓上 再用意味吉祥如意的哈达 把弦包裹住 弓 弦的部分 就制作完毕 弓架是 想箭比赛前和中场休息时 放弓箭的架子 又是固定靶子 与射手间距离的栏杆 弓架既有专用的 也有临时搭建的 一般长4至5米 高约0.6米 当地人认为 设想箭具有吉祥如意 消灾起伏的含义 想箭把围上的装饰 也体现着吉祥 长寿的美好祝福 所以 公布地区人民 在庆祝丰收 迎接新年等 重要节庆活动中 一定会举行 想箭比赛 你求好运 比赛时 箭手与歌舞队 齐唱公布箭歌 并伴有公布舞 箭手射中靶子后 会和队友相互机长庆货 并被嘉奖一杯清磕酒 作为一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想箭可以锻炼手臂力量和眼力 促进手眼协调能力 吸引着越来越多藏族人民的喜爱 现在 想箭已经成为西藏公布地区 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除了在节庆里进行想箭比赛外 平时的闲暇时间 也会自发举行想箭比赛 以箭会友 自娱自乐 此外 林芝地区的旅游景点 给游人增设了想箭的娱乐活动 林芝的特色商品店内 还有必销售卖 从1982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始 林芝公布想箭就成为西藏体育代表团 在历届全国民运会上的表演项目 公布想箭已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这种集体性的娱乐活动 可以促进民族团结 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最近几年 随着公布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公布想箭已经成为 向游客展示民族文化的重头戏 是民族兴旺 繁荣和幸福的标志